今天是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是道指成分股换股 以及苹果和特斯拉拆股生效的首日 虽然道指和标普今日均下跌 但是两个指数本月分别上涨7.6%和7.2% 均创下自1984年以来最大的8月涨幅 美股本月上涨如此强劲 主要归功于科技股 纳指8月上涨9.6% 其中苹果 亚马逊 微软 谷歌 奈飞等科技巨头 以及特斯拉 Zoom等科技新贵们表现抢眼 虽然不少华尔街分析师表示 目前美国科技股正处于泡沫之中 但是在泡沫爆裂之前 它依然会越吹越大 例如苹果和特斯拉这两只 已经成为股市泡沫狂欢的标志性的股票 今日继续大幅走高 苹果和特斯拉分别在7月31日和8月10日 宣布拆股方案 今日开盘时正式生效 苹果股价今日上涨3.39% 特斯拉更是上涨12.57% 财报方面 今日盘后视频会议公司Zoom 公布的二季度财报 盈利和营收均超预期 今日股价上涨8.63% 盘后股价涨超12%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